大家好 我是卡路斯 講到玩MIDI樂器 以至於利用MIDI技術來做一些創新樂器 卡路斯可以說是玩了三十多年 MIDI技術是上世紀百多年代幾間大型的樂器製造商 一起想出來的 MIDI的全名是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翻譯出來是樂器的數碼介面 這種技術是否很先進的技術 肯定不是 正如我所說上世紀百年代已經有 其實MIDI傳送信息模式 就是利用了電子學上的Serial Communication 即是所謂聚烈通訊 這件事就要說回很久之前的電腦知識 在當時打引機那類東西 是用Prayalial Communication 即是平衡通訊 而用Modem上網 或者滑鼠 鍵盤等等 那些是用Serial Communication 很明顯平衡走得快一點 Serial 逐個逐個走得慢一點 普通的Serial Communication 我們用Rs232頭 大家都可能會見過 但MIDI還在用相同技術 而它當時用的線就是我手上的一種 是一個五腳的電插 本身這種插線是用於音響 不過在發明MIDI時 將就著用著線 其實五條線都不是用完 只是用了當中兩條線 用來輸出輸入 當時廠研究了技術有甚麼用 就是利用這條線 將所有品牌的琴都可以連接起來 你可以想像一下拿著一部Yamaha的琴彈彈 旁邊那部Lowen的琴便可以響 明明拿著一部Synthesizer在彈 但旁邊的MIDI電結他又會響 這就是當時MIDI創造出來的優勢 只要你隨便找一部80年代後 生產的電子樂器來看看背後 就會見到MIDI IN OUT的接口 其實不單止樂器可以互通 還可以透過MIDI INTERFACE接到電腦 但在後期的電子樂器 就會見到更多了一個機器的插口 又用來做甚麼呢 自從有了USB UNIVERSAL SERIAL 出現後 所有東西都可以用SERIAL搞定 所以現在好像拿起了USB 就成為了MIDI的代用詞 正式來說你可以當USB是MIDI的宿主 只要是樂器依靠USB來傳訊MIDI的訊息 在現在就算我自己製造電子樂器 我都不會用五腳MIDI 一般來說就用打印機用的USB cable 一邊插電腦 另一邊的方形插 就可以插一塊program了的ADRENO 就像我自己設計的管風琴鍵盤一樣 其實核心是一塊ADRENO MAG2560 我將它編程到可以辨認每個琴鍵彈下的訊息 插入電腦 音樂軟件就自然會認到這個Carlos Keyboard 至於這個Carlos Keyboard是怎樣設計和製作出來的呢 之後會做影片專門為你講解 Keyboard就是MIDI input 而這個自動鋼片琴就是MIDI output 同樣都是用一塊ADRENO MAG2560來編程而成的 跟著我剛才所說 MIDI已經出現了三十多年了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用電腦來控制一些我自製的電子樂器 是非常得心應手的 問題就是不是每次我控制這些樂器 我都需要看譜 用到電腦的所有功能 所以我以下就通過MIDI的播放器 去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可以在我這些自製的電子樂器 或是傳統只有MIDI in out的電子樂器 播放音樂 至於我這個MIDI player的肉呢 就是網上訂購回來的 自然你都可以自己做的 譬如我曾經找過Github上面呢 就有一個這樣的project 它也是用ADRENO做出來的而已 你跟著它做呢 都可以做到一個可以插SD卡 播放MIDI信息的一個播放器 如果嫌工夫多 又或者這個自製的功能不夠的話呢 就可以好像我這樣 上網去找SD卡MIDI player了 由於都是冷門東西 選擇不太多的 最後我就找到這個法國的網站 找到幾款都很適合我用的 SD卡MIDI player 而在三款之中 我就選擇了用MicroSD卡那款 表示你可以將MIDI file 插入這塊MicroSD卡 然後插入底板 至於我剛才說用ADRENO字鍵 就真的沒有這款有那麼多的選項按鈕 用起來在SD卡的檔案夾裡面 上下游走 多些按鈕真的方便很多 而中間這兩個按鈕 就是Play和Stop 接著在這邊 就有一個傳統五腳的MIDI out插口 要DIY得整整齊齊 卡螺絲一向都會用OnShape 來畫出外殼 然後3D打印 我們現在來簡單說一下 繪畫的步驟 先畫草圖和擠出長方體 再畫空變成一個盒 接著這個步驟 在盒裡面畫出四個支柱 作用是扭入螺絲 來安裝快線路板 在這裏要提醒大家 四支支柱必須要夠粗 因為3D打印的塑料 未必有倒模那麼堅固 可以承受螺絲的扭力 之後就是繪畫SD卡 和六個按鈕的孔 還有背後插MIDI插歌的大孔 這些尺寸必須要非常之準 差一點就可能插不到 接著這步就非常重要 我要在盒的邊緣內側 畫上和擠出一些坑 用來配合鎖死上蓋 不用問 尺寸也是要求非常之準確 想想想 我又想在前面做多個開關仔 開關仔怎樣固定 有很多方法 可以用螺絲 也可以把膠邊用熱力溶化 夾著按鈕都可以 好了 盒子完成了 就搞上蓋了 上蓋就比較簡單 要在中間開一個大的長方孔 突出LED顯示屏 同樣都要有四個支柱 用來安裝LED的線路板 至於蓋邊上 就要適當的地方加一些筍位 用來配合合邊的坑 終然卡路斯已經這麼精密地畫出來 但第一次打印出來 多多少少有點錯誤 好像我第一個初稿 就是放不到電池進去 LCD Display 都頂住 最慘的是我用的打印密度不夠 輕輕一按 就裂掉了 於是我就重新修改尺寸 而且今次打印 是將填充密度修改為100% 用的時間是比較長一點 需要12個小時左右 但肯定今次打印出來 就會很堅固 這次正式打印完 藥量做了一些打磨的工作 令到蓋和盒身 是能夠無縫接合的 之後就是安裝電池的電線 將底板和LED顯示屏 雙螺絲固定 還有就是安裝開關等等的工作 最後接上電池 就可以蓋蓋和開機試機了 用四個上下左右 我們可以看看 櫃檔裡面有什麼檔案 現在看到裡面有三個MIDI 檔案 由於這塊線路板 只是有傳統的五腳MIDI 插 就沒有USB 插 所以我們接駁了MIDI 線之後 如果要接駁其他用USB 驅動的電子樂器 我們就要加上另外一個MIDI 檔案 現在我手上這款MIDI 檔案 它除了可以接上五腳MIDI 電腦之外 又一樣可以利用USB 接駁 來接駁新式的樂器 就好像音樂新的這部數碼鋼琴 這個數碼琴是比較新的 就絕對沒有舊式的五腳MIDI 很明顯就只有USB 插頭 而這種方形的USB 插頭 也就是打印機的插頭 所以用一般打印機的線就可以了 而線的另一邊就可以接上MIDI盒 而MIDI盒的電源方面 就可以用一個普通的移動電源為它供電 當然MIDI盒的傳統MIDI 煙 就用一條MIDI線 接去我們的DIY MIDI 播放器的MIDI Out 現在我們可以選MIDI 檔案 按Play 試一下機 看到播放有品牌的電子音樂器是沒問題的 接著再試下接駁自己製作的MIDI 檔案 看看又行不行 不過要注意在自製的MIDI 鋼琴上播放的MIDI 檔案 我們先播放半音階吧 好了 成功了 我們再播放MIDI的土耳其進行曲來做試驗 完全成功的 一個音符都沒有漏 希望透過今天的解說 大家可以對MIDI技術的發展和歷史 有深刻的了解 同時亦都透過DIY MIDI 播放器的介紹 知道我們如何在日常應用MIDI的技術 其實因為MIDI跟時序有關係 發展下去的應用還有很多很多 希望大家看完我這段影片 都會動下路根想想怎樣應用MIDI來創新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 加一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